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加这个关键词叫ftp 明白没有 一定要加ftp的关键词 我们的生物性学大部分的数据都是重犯在ftp 因为它太大了 如果用普通的这种网页访问是很慢的 但实际上的话这种也快不到哪里去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的话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因为对每个物种来说它的那个页面都是一样的 没有没有 这里的话有大概有 反正有100多个物种是它做的比较好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那个研究物种恰好不在这里的话 那你就不要悲催了 反正特别麻烦 就是如果对你的研究物种没有参考清楚了 做的人少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PPT里面给大家秀的这个截图 实际上就来源于这里 这个时候我们会强调大家去看一下这个Redmi 去了解一下这里面的知识 当然其实它不需要下载下来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里面就会写 它是Chromosome和Lan chromosome 大家肯定都知道是吧 在不在染色体上 然后CQ Level的话 然后它这里面有一个FAR和GJ 这个就很简单就是数据格式了 这个数据格式有点不一样 FAR这个格式是生物心理学家规定的 GJ这个格式是计算机的人规定的 就是一种是计算机里面的压缩 一种是生物心理学里面的格式的规整 这是不一样 然后的话 需要注意的是它可能有一个 对它这里有个RM和SM 就是它把那个Genomic的DNA 是怎么样把它给掩蔽一下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该怎么翻译 就是它基因组上面有大片端的重复区域 这种地方的话 实际上你不需要把ATATAT 这样放进去的 它就有两种策略 一种是把所有的ATCG 都变成大写字母N 就是凡是重复序列出现的 都变成N 这是第一种策略 这就是要做 这个就是以RM 然后这个软掩盖 就是以小写字母就可以了 就是你都是大写的ATCG嘛 它变成小写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话不同的比对软件 它可能策略不一样 有些它看到小写字母 它会默认它是重复序列 所以也会把它去掉 这些知识点的话 大家就自己去学习了 我们这里的话 推荐大家下载这个TOPLEVEL了 你基本上的话 把这个COPY LINK ADDRESS就好了 然后的话你们去到自己的工作目录 比如说我这里如果想去FLY吧 我们在FLY里面就可以去下载一下 比如说我们WGET 它就可以下载 因为我这个是MIC电脑 所以它是没有WGET这个命令的 所以我们需要去服务器 但是这里不给大家提供服务器 因为这个数据处理 其实大部分人的电脑自己就能够hold着做 而且我提供服务器给350个人一起的话 那这个成本有点太夸张了 所以我们这里不提供服务器 你们看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去到任何一个任何一个服务器 我这里有10多海服务器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WGET 所以我们可以WGET它 它就会下载 这个下载的话就取决于你自己服务器所在的地方 和这个Example FTP的一个连接关系 如果你觉得下载速度慢 实际上你可以在这里把这个FTP加上一个Asia 就是加上一个亚洲 因为FTP服务器它在全世界各地都会有 如果它这个组织足够有钱的话 就是欧洲生物信息学这个中心 它就是非常有钱的那种 所以的话你选一个比较近的 怎么去选比较近的呢 这个就需要你学会搜索了 这个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你看我因为没有选最近的 所以这个速度就慢到可怜是吧 不过我们这里已经给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演示了全部的全部的这些文件都在这里 等一下你们做实战的时候会用得到 就是这些数据我都已经下到这里了 刚才下的这个是这一个43兆了是吧 CDNA和DNA不一样 除了我们要下载参考基因组 还要下载GTF文件 我刚说过就是基因组上面有哪些地方是基因 是吧你就需要进来 进来的话通常我们会回到这个上层目录 你可以看到这个访问数都不是太快 我刚才连续回了两个上层目录是吧 对就是这一个你下载GTF文件就好了 这样的话你就有了参考基因组参考转入组 我们做数据分析所要的大部分文件都有了 然后我这里其实在PPT里面提到过 我们还需要它做RNASIC的时候 还需要一个黑Sight的索引是吧 这个的话你通过自己GTF和和这个file构建也可以 但是我们通常推荐大家下载 下载的话就把关键词换一下 关键词应该换什么呢 就是这一个是吧 我们这个时候就换一个 黑Sight to index 是吧 通常的话就能够找到 进入它的官网就能找到 当然你们可能不能像我一样 进入这个官网马上就到这里来 就定位到这一个我们想要的这个果银是吧 然后就把这个点一下就下载了 你们可能不是这样的 你们有些时间必须要花了 就是把这个扫一眼 知道它里面有什么结构 你不需要把每一字都翻译一下 你知道它的网页是有架构的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什么 是吧 这里还有menu menu上面的话就有很多文档 这都是可以读的 你明白吗 都是可以读的 很长 我们就在这里下载刚才这一个就好了 刚才这一个就是 就这一个 同样的道理我们wget一下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有smp 还有transcribe 它具体怎么解释呢 它这里面也会有 看到没有 通常它都会写的很清楚 就是这是什么意思 但你要问我它是什么意思 就没有意义了 因为人家文档写的是最标准的 所以的话 你们同样是把这个再wget一下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把刚才这个kill掉 我们在这里再wget就好了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 有时候会想 是不是应该把它lowhub上去 因为你这样wget太慢了 这个网速的话取决于 你跟它的那个ftp服务器的交互的程度 好 我们准备好这些文件之后 就需要对它构建索引 这个黑Sight的索引已经不需要构建了 我们直接就把它解压开来就可以了 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一个 我们就点右键解压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是在中端的话 就用中端的解压方式 其实就是这些东西看到没有 这个参考基因组的话 它就到基罗就OK了 然后bowtite的话 索引也在这里了 能看到吗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里加上一个文件夹的标注 就是bowtite2的index 这样的话方便一点 是吧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标记成hysite2的index 好 现在我们就做好全部的数据了 我们就可以开启进行后面的数据分析了 接下来我们就讲怎么样下载这个数据 这个的话你们在其他的很多课程上面都已经听过了 所以我们会很快的给大家过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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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